我是江湖川缠缠 真相只有一个 嗨大家好 我是缠缠 最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 不仅是中国 就这种社会主义国家 共产主义国家 特别喜欢搞动员和号召这回事 大家知道 就包括疫情的时候 你看这个中共搞人员动员 大动员 所有人动员在一起 你搞封城 他搞这个监察 然后这个搞做合缩 那个搞社区买菜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动员的结果 但是在最近这一年 2024年 其实公众的情绪 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 那在持续的这个政治紧缩 还有经济复苏艰难的背景下 我觉得很多人啊 就没有那种振奋和乐观的激情了 换句话说 就是党再怎么动员 他也动员不动 大家没有那么好使了 以前好的时候 你一动员 那确实是一虎百印 现在你在动员 你看看 大家还搭理你吗 大部分人都选择的是逃离 另一些人呢 就选择躺平 并选择放弃自己的抱负啊 那在这个 过去这几年呢 我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啊 最近一次回国的时候 是2019年 那会儿呢 实际上是新冠疫情之前 新冠疫情之后 你想再回去就难了啊 那我2019年 当时回去的时候 其实中国还没有这种卷和内卷的太多的描述 但是这两年你看到没有 关于卷和内卷已经成为充斥中国社会的一个主题 很多人都对未来的意义和对工作的意义感觉到迷茫 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在哪里 那我觉得从很多方面来看 中国社会对未来悲观的这种情绪 也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 它是这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的情绪 那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啊 然而这种情绪在中国上下 它无处不在 这就表明了这个中国公众 它的精神和思想层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 那日益高涨的这种不满的情绪 对政府的不满的情绪 对现在生活不满的情绪 对当下不管是这个工资呀 收入呀 食品安全呀 物价呀 还有这种言论自由呀 各方面的这种不满 其实充斥着 这个对共产党的指向 那共产党的政权呢 其实也面临着这种合法性的危机 我以前一直认为说 中共合法性在哪里啊 不是说你这种政策上 什么民主集中啊 这些也不是什么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选举 最根本的合法性就在于 老百姓从你这儿切切实实拿到了好处 那日子呢 跟着你确实过得变好了 然后呢 这个经济确实在发展 收入明显在提高 这种物质层面的进步 实际上才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 一个坚定的基础 可是现在啊 你说为什么说 政权的合法性不复存在了呢 因为老百姓在跟着你走下坡路 日子一天不如一天 在这种这个物质生活无法满足 那精神这个自由 又受到压抑的情况下 你说你这政权的合法性在哪 你说你厉害 那你得给别人证明 你确实做出成绩 那别人看你厉害不厉害 不是你说你厉害就厉害 这个啊 我觉得是放置四海而皆准 那在这个中国 这是这样 其实在事件上也是这样 你说你厉害 那就像这个美国两党竞选一样 你得做出成绩 你做不出成绩 你就下台 那现在英国也是一样 你工党 你说你比之前这保守党强 那保守党下台了你上 那你得做出成绩 你做不出成绩 下一届照样给你踢下来 继续换了 这是民主国家的优势 那中共呢 你看啊 他在这个制度层面 他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但是每一个老百姓心中 都有一杆秤 来秤 你是不是这个合法 我觉得现在 另一种理解 中国社会新常态的方式 是什么呢 咱们从这个经济角度啊 就是从政治动员的 成本的角度来思考 那中国共产党呢 他呢 有很多的议程 这种议程是野心勃勃的 对吧 他想来克服目前这个日益严峻的这种挑战 那比如说经济低迷 还有这个失业呀 以及技术啊 贸易的这种封锁 还有这些东西啊 其实都是中共这个政权需要面临的挑战 那中国共产党啊 他在历史上 他是就是依靠这种不停的动员 来实现他政治这种议程 一点一点的来完成啊 他的这种政治目标 那政治控制的巩固和他对这个社会上其他组织形式的压制 使得中共主导的这个动员成为实现这些治理目标的唯一手段 大家可以看啊 搞经济 弄动员 对吧 然后建熊安也是动员着所有的高校企业去熊安安家 你看看现在是不是不太管用了 我到现在看看真正挪拨搬到熊安的企业高校没几家 大家都是啊你说动员啊 行行行行我们慢慢搬 动了吗 你看他屁股挪人一动不动 还坐在北京舒舒服服呢 就是不去熊安 你说这些企业为什么不去熊安 那是党说话不灵吗 其实也不能说不灵 而是他的这个治理成本太高了 你要我去我就去 我去了干啥呀啊 面朝黄土被长天 你要我去喝西北风啊 北京城里啥都有 你让我去熊安 现在人都不傻谁也不去呀 对不对 那你像他这之前搞什么东西 搞疫情防控也是动员 经济发展动员啊 西部大开发动员 然后开这个什么 当时建深圳也是动员 当时搞什么东北 全是动员 一股脑指着脑 大家都往哪去了 中国中共历史上 他就是靠不停的动员 来实现他的政治目的 而政治控制就是 我来动员你 然后其他人没有这种动员力量 其他的这个民主党派 我给你按在桌子上 你不许动 你不许说话啊 这就使得这么多年来 他这个动员屡是不爽 但是最近这两年 他估计自己也发现 自己说的话不那么零了 就算零一下也零不了那么长时间了 你看他解决社会问题 比如说这个重振低迷的生育率啊 到现在呢 从食品到意识形态的 这个各个领域的全面安全 中共他既希望官僚还有普通民众 可以全力以赴配合他的动员啊 那中国目前的社会情绪表明 你动员官僚和普通民众越来越难了 成本越来越高了啊 不像以前老百姓你一动员我就去 现在老百姓看的是真金白银好处 你我去雄安 你北京给我分套房吗 对吧 那我去给你建设大西部 那你是啥 这西部给我几套房 还是给我什么多少钱安家费 对吧 老百姓不再听他这种口号式的 屁话空话假话 所以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历史中呢 中共他一直将动员 作为他政治统治的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那你从历史层面讲啊 毛泽东统治的时候啊 这社会主义顶峰时期 政治围绕群众动员展开 那你每个人呢 当时必须参加公开会议 大家都是坐那儿 集体批判 集体学习 你批我 我选你啊 自己公开的做检讨 还是要求这个普通人民群众通读人民日报啊 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呢 中共他还是坚持着这老套 继承着老毛的这个思想 还是靠动员 那而不是这个正式的机构来实现其主要的这种执政目的啊 那改革开放时代的动员呢 其实也继承了这个老毛的主要特征啊 但是呢 还加了一点点自由化的新元素 那这种动员的对象呢 往往是干部和官僚 而不是这个普通公民 你像老毛的那个年代 那动员的是群众参与政治啊 那叫工农群众 那后来这改革开放时期的运动呢 主要是这个动员官僚 搞建设 对吧 每个人呢 争作GDP招商引资 你看90年代初 当时深圳 当时搞建设的时候 那动员这每个官员 咱去拉 拉投资呀 对吧 当时有多少深圳的官员 跑到香港去拉啊 就是就跟那个 怎么有点像搞传销拉客户一样 说你来我们这儿投资 我们给你们 给你们什么 那个年代的官员 其实还真是有干劲啊 反而那个年代 群众参与的 这个机会就少了 其实我更愿意 将这些 将中共的这些动员工作啊 叫做有管理的运动 它本质上还是一个运动 它采用的就是 群众革命运动的框架 但更多的呢 是由高层指挥 并充斥着这种 使用技术官僚的术语 什么工作组呀 地方委员会呀 地方区域管理呀 其实这些 它都是动员的一种组织结构 那它将这些动员的重点呢 放在了精英群体 而不是群众身上 那面对这种巨大的经济挑战呢 其实习近平 他领导的这个 所谓领导制下的中共啊 它不仅标志着转向 加强党的团结 和打击政治意见 也标志着 其实中共现在遇到了 动员策略的限制 现在在靠动员官僚 还有动员干部 他发现动员不动了 而且呢 这官员和干部 他也干不动了 因为官员和干部被你动员 他是面临政治风险的 以前你改革开放时期 你搞干部动员 那这些官员 他动员了 不管成还是不成 对吧 那我比如去招商引资 我肯定要跟别人许好处 那我让人家港商 让人家外商来我这投资 没好处谁来呀 那这种好处 他肯定包含着一些利益的往来 那这些利益往来 在习近平的治下 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的 所以官员选择党平 就是你动员 我就不搭理 或者只是嘴上搭理啊 所以中共政权 他承担的管制义务 任务 比之前要多要重 而完成这些任务的目标 也很僵化 那官僚们 他们为了保护自己 他也觉得太卷了 他也干不动了 他跟这普通群众的 这个心理是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政治日益 冷漠的环境中 你去呼吁这个群众行动的要求 大家都是采取冷漠 或蔑视的态度 说你 对吧 又开始来放屁了 你动员群众生孩子 你让生就生啊 对不对 你动员群众 去这什么买股票 你让买就买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啊 就是说无论是从官方层面 还是群众层面 想在这种靠运动的形式 来动员老百姓的 这个概率是越来越低了啊 最明显就是这个生育率的下降 你看到没有 你要是在这个四五十年代啊 你这老毛 要是鼓励群众生孩子 那绝对大家都响应号召 但是现在2024 中共它出台多少 鼓励生育的政策 中国的这新生儿数量 还是逐年下降啊 总人口还是在减少 那在这个老百姓多年抵制 改变计划生育制度的呼声之后呢 你看现在领导人 不仅取消了独生子女 还鼓励这个两孩或者三孩 那现在这种人口减少的 背后代表着什么 其实就代表着 你中共想重塑 年轻人的婚姻家庭观念 想动员大家多生孩子的这种运动 在2024年的当下 它已经不像以前了 以前你动员计划生育 还别人还真想应你的号召 对吧 所有人从什么寄生办呀 到什么村委会呀 到什么社区委员会呀 到年轻人自己 都是说你不让生呢 我们就不生 对吧 那你像现在呢 你就包括疫情之前 动员大家打疫苗 你看看动员大家防疫 那会儿中国人都还是动员的动的 你说封城 咱们就封对吧 自己动员啊 你说这打疫苗 大家就都去了 大部分人还是听话的 所以自从这个疫情以后 大家发现没有啊 就是说老百姓 对于中共的这种动员 实际上是含有深深的质疑啊 甚至很多老百姓就学会了 从反方向想这个问题 所以现在动员成本的上升 对一直以来 靠动员来解决经济 生活 文化 卫生 思想 一系列的这种治理问题的中共啊 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 因为你要知道你说中共治理 他有什么绝招 他其实没有什么绝招 就一个就是靠动员 一个就是靠封锁 不是动员 就是压制 什么东西都是靠运动式的完成的啊 什么上山下乡 大家一股脑全去了 搞改革开放 大家一股脑全去了 计划生育 大家一股脑全去了 这不就是靠人多 一个一个动员填出来的吗 对不对 所以中共他现在想要实现他的目标 实现习近平 他的和他的领导层的设想 他就难度越来越大了 因为动员不灵了 他们也没有什么真的锦囊妙计 所以这个政党这个国家 他的基因性就是通过动员 不停的动员 不停的给你造梦 然后让你往那个梦里 以坑的 以人 人矿的形式 填进这个坑里 等他这个坑填满了 这个动员运动完成了 他又往那边再画一个大饼 你看现在啊 就是说 无论是建雄安 还是这段时间搞的这个海南自贸港 你看是不是都是靠动员 当年又动员多少人去海南 什么圆梦海南岛 建设海南啊 好多人就是说 就是对这个东西都不抱希望了 觉得你又来画饼 又想动员我们过去 把我们坑在那啊 这跟当年邓小平 圈了一个这深圳去动员 大家去深圳建设 那个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现在想让这些年轻人挪个窝 根本就不太现实 你看看现在海南自贸港搞起来了吗 有什么自贸啊 有什么贸易啊 有什么国际组织有什么国际公司啊 对吧 包括这个中国国内的大学 内地的大学也没建去啊 大公司也没去啊 你看看雄安 现在还是一片荒凉 这个中共啊 他这么几十年 他的建政 他有一个幻觉 就是他总是能够靠动员 靠政策啊 靠什么这个党的行政命令和指挥 来建成一座城 来完成他的这种政治主张和政治目标 但是时日今日时代变了 2024年这招不灵了 你还想靠动员治国 靠运动治国 这真的是很天真 停留在上个世纪老毛的那种思想水平 你要知道时代在进步 可是你们不是说动员 运动就是这个压制 就是封锁 这一招早晚会被时代淘汰的 顺应时代者方昌 亡 就逆于时代潮流者 最后的结局 不是你不想亡就不亡 不是你想逃出历史周期律就能逃出 不是你想动员谁去哪 谁就会去哪 他总有一个东西叫做规律 那顺着这个规律走 才可能继续前行 逆着规律走 你现在不亡 将来也要亡 因为这种东西 他不是以每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那老习的这种意志形态 他估计也意识不到这一点 他总觉得自己跟老毛一样 指哪大家都去哪 指着群众去下乡群众就下乡 指着群众去西部群众就去西部 指着让你封城不出门 大家都不出门 动员能解决一切 真的能吗 这东西一次好试两次好试 你以为次次都好试 现在老百姓他也不傻呀 好吧 我说这么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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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